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2月12号的交流电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美日韩联手反制朝鲜 是否打算绕开中国 政治干预如何酿成 史上最差春晚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 陈晓农先生 以及专栏作家 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 交流电话节目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东北亚安全局势 2月7日朝鲜在中国 最浓重的传统节日 农历新年除夕 试射远程导弹 被认为羞辱中国的意味浓厚 相比于北京再次忍耐的态度 美日韩摆出了绕开中国 直接反制朝鲜的姿态 美国增派战机和特种部队 进驻日韩与韩国商议 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并联合日本宣布制裁 与朝鲜有往来的企业 矛头直指中国公司 那么中国拒绝给朝鲜颜色看 是否终于导致美日韩 放弃寻求北京支持 直接对付朝鲜 萨德反导弹系统 将如何改变东亚局势 尤其是中国的战略部署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 陈伯宏先生首先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庆祝新年 朝鲜发射导弹 那么连美国都认为 这里面挑战中国的意味非常浓厚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庆祝新年春节 由于法律规定 已经多年不准燃放烟花炮足 但是这次中国却受到了一个大礼 就是朝鲜给中国放了一个 巨大的烟花炮足 那就是远程火箭 所以这不能说是无心之作 另外据说呢 这个中国派了五大围 这个朝鲜问题的特使 到朝鲜去访问了几天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 或者半笑话的说法是 习近平一再告诫金正恩 绝对不能在中国的新年 发这个远程火箭 那金正恩是通报了联合国 他要在2月8号到25号期间 发放这个远程火箭 卫星 那么但是他提前了一天 2月7号发了 那么他这个可以给中国解释说 我没有在新年发 不是大年初一 只不过是初期而已 大年的初期而已 夏宜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它这个是一种公然的挑战 实际上长期以来 这个金正恩其实对中国政府 颇有不满 他们觉得这个援助 没有达到他们的心愿 那中国方面呢 我想对他们经常惹麻烦 也是有一些不高兴的方面 但是这属于内部的争执 他们不愿意把这个矛盾公开化 刚才提到为什么绕开中国 其实没有绕开中国 比如说前不久 克里到中国 就是寻求跟中国商讨共同 来制裁朝鲜 但中国完全拒绝 所以说这个朝鲜 这样一个邪恶势力 恰恰是中国长期豢养的结果 长期的这个纵容 姑息 姑息养奸 那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果 现在这个恶果呢 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意去来 做这个解铃人 他是寄铃人 他不来解铃的话 那么假如说美国 联合这个日本和韩国 对朝鲜实施打击 那中国肯定也是受到一种 至少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他这种让中国呢 他很难出牌 无论你是公开的支持朝鲜 还是公开反对朝鲜 都是他不愿意做的 但是局势能够逼迫他最后 不得不选择一些 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最没有这个军事战略 和国际关系观点的那个人 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北朝鲜这一次公然在 中国大连出席 能够发射远程火箭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 一个战争挑衅行为 使人马上想起1950年 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 那个半岛的形势 那么一下把中国的 比邻的东北亚 变成了全球的一个战争热点区域 而且甚至是核战争的 战争这个区域 重点的区域 这个是人的严重性 恐怕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当然它背后肯定有 很深刻的地缘政治战略 国际关系的观点 好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意见 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 就是说试射的前几天 中国的朝鲜半岛特使 武大卫才刚刚访问了朝鲜 那么外界因此认为 中国对于朝鲜这次试射 要不是知情 要不然就是完全丧失了 对于朝鲜的影响力 那么我想问问 您倾向于哪种看法 我两种都不赞同 我觉得中国其实是 完全的心中了然 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我们看一下朝鲜发射 这个导弹的位置 这个发射基地离中国的丹东市 只有40公里 也就是说朝鲜选择在中国防空网的保护下 建设这个导弹发射基地 就是为了获得中国的保护 免于遭到打击 第二 在发射前几天 中国的互联网上就已经有 普通的读者 通过使用卫星照片 发现北朝鲜正在用卡车 往这个发射基地运送染料 也就是说 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 绝对不可能对北朝鲜 这个基地的活动一无所知 那么既然它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它和北朝鲜 一直是在眼霜黄 并没有什么互相冲突的意味 好的 陈伯宏先生 我们知道朝鲜试射远程火箭之后 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 韩国宣布将和美国一起协商 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 那么这个事情呢 是改变了以前 韩国不部署这个萨德的立场 那么你觉得韩国态度的转变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个朝鲜 一月份搞核式爆 二月份搞远程火箭 不管它发射的导弹还是卫星 那么这个是个坏事 在某种意义上的说也是个好事 这个好事就是刺激了韩国 让韩国觉醒 韩国的觉醒就是知道中国靠不住 它终于知道中国靠不住了 我们以前就一再告诫了韩国 中国是靠不住的 中共是靠不住的 所以这个韩国花了九牛二斧之力 跟中国跟共产党去建立关系 以为中共能够帮助它制约北韩 制约朝鲜 但是现在韩国的希望落空了 所以韩国这个萨德反导弹计划是拖了十年 美国一再告诫韩国要部署这样一个反导系统 但是韩国就看在中国的面子上 怕刺激中共 所以一直拖着不伴 那么这次终于处使韩国下定了决心 因为这个下定了决心之后 萨德这个导弹反导系统 它是一个高空末端拦截系统 或者探测系统 它既可以监测朝鲜的导弹运行情况 也可以顺便监测中国的导弹运行情况 中国的东北 华北 华中和华南这一带都在这个覆盖之下 这就是中共跳脚的原因 但是这一切应该说是中共制造的 因为它长期不作为 以为一不变应万变 但是国际形势 形势不由人 形势不等他 好 夏洋先生 首先我们看这次韩国 把这个开城经济特区中的一些 朝鲜员工遣散 朝鲜声称要报复 说要让韩国付出惨动的代价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过去看到这个朝鲜经常做这样的事 就像这个会闹的孩子有奶吃 每当他经济贫困的时候 他就闹一下 制造紧张态势 然后呢韩国也给他好处 中国也给他好处 每次都是用这种办法要糖 很容易就满足 但是现在这种办法时间长了 也令人讨厌了 过去呢 韩国之所以不部署这个萨德系统呢 是怕这个激怒朝鲜 他希望呢 能够如果中国出面来做 这个调解人呢 能够把这个局势来缓解一下 现在看来中国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 所以呢 他完全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希望 还是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美日啊 或者是这个过去的那种联盟条约上 这样的话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王科先生 您怎么看韩国和美国 如果部署萨德的这个战略含义 那不仅是跟美国 而且跟日本 甚至是跟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反导系统 形成一个网络 大家都知道这是冷战后期 这个里根总统啊 发动了星球大战 主要是遏止苏联在60年代 70年代的全球扩张 那么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之后啊 星球大战实际上放弃了 但是星球大战所留下的导弹防御系统 实际上覆盖着整个欧洲 包括后来的波兰和捷克 也包括乌克兰 以至澳大利亚和日本 如果韩国加入这个体系 等于把整个的 世界的导弹 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啊 一直把它推进到中国的边界 将来还可能延伸到 朝鲜半 这个台湾 台湾海峡 甚至到印度 那么这样中国 北朝鲜不要说了 北朝鲜所有的那些核武器 基本上是非同烂体 包括中国的64年第一颗原子能爆炸以来 50年 就是辛苦经营的这个现代化的核武器 又受到大大的削弱 好 陈小冬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要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 所使用的这个监测 是靠卫星系统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 不管南朝鲜是否安装这个系统 我们头上的这个情报卫星 一直在运转 并不会因为多这个系统 这个卫星系统就增加多少 也就是说 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 其实只不过是帮南韩 安装一个防盗门 防止他门外那个耍大刀的北朝鲜 随时威胁他 但是这次事件 给了全世界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那就是中国的真实态度 在这一次充分展示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件事变镜子 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当北朝鲜发射导弹 就相当于在南韩门口耍大刀 威胁南朝鲜的时候 中国的态度是遗憾 不管不问 但是南朝鲜在自己的领土上 想装一个防盗门 保护下自己的领土 中国表示严正抗议 那是南朝鲜的主权 中国为什么要干预南朝鲜 在家里装防盗门 而不干预那个耍大刀 威胁邻居的北朝鲜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如果南朝鲜 装了防盗门 装了这个萨德系统 就会削弱北朝鲜的威胁力 对中国来讲 它想要的是一个不断扩大威胁力的北朝鲜 和一个没有防御能力 任凭宰割的南朝鲜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中国的策略和中国在整个北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现在已经一清二楚了 它不是站在美国 日本 韩国这方 它就是北朝鲜的盟友 好的 我们知道除了美国和朝鲜高调的 和这个南韩高调的讨论要部署萨德之外 美国还准备派第二艘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 叫做进入西太平洋活动 而且专门派了执行斩首行动的这个特种部队进驻南韩 而且还派了多架战机进驻日本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 美日韩三方都可能对就是联手 或者是美国单方面对于朝鲜的核设施 采取这个斩首行动 我想问问陈墨宏县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尤其是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 美国有多大的可能为了维护东北亚的安全 而对朝鲜动物 我先补充一句小龙刚才这个说法 就是中共在当天一天内召见了驻朝鲜大使 朝鲜驻中国大使 还有韩国驻中国大使对朝鲜发射远程火箭 表示的是表达了原则立场 那么对韩国要部署这个沙德反导弹系统表达了严正立场 那么中国的这个态度就好像面对两个人 一个是流氓一个是绅士 对流氓就赔好话说软话 这个赔礼道歉的样子 对这个绅士就大声呵斥 这还是一种阿扣心态 欺软怕硬 另外这个美国现在派驻了猛青战机22架 又派了这个99架战机陪同 又派了这个第二艘航空母舰 又派了斩首特种部队 他摆出了一个姿势 就是他不是对和射 是对金正恩进行斩首 那么这是摆出一个姿势 那么能不能斩首还要看奥巴马的决心 奥巴马的决心不见得有这么大 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斩首金正恩的绝佳时机 因为斩首金正恩在美国的盟友中 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国际社会 联合国都支持 而且在民间都会得到广大的支持 哪怕在朝鲜内部 朝鲜内部比如说人民 他是最终会支持的 而朝鲜的高层现在受到金正恩的恐吓 金正恩上台三年 斩杀了70多个高层人物 最近又斩杀了他的总参谋长李永吉 所以在内部可以说人人之危 人人恐怖 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定点清除斩出金正恩 在朝鲜内部都会得到支持 而在中国我们知道 民意调查显示 三分之二的民间 民众是支持美国对竞争斩首行动 只有中国政府会反对 所以我们看到在周边国家中 只有中国政府违背民意对朝鲜问题 而韩国 日本 美国都被迫 依照他们的民意行事 所以这个斩首行动不一定实现 但是斩首行动是个极大的威胁 针对北韩也针对北京 夏宜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中国纵容朝鲜 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他自己其实没有对朝鲜的真正的控制力 或者影响力 但是他本来豢养这个小流氓 就是希望在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用他作为前卫去攻击别人 但是现在这个攻击很可能会伤害他自己 因为一旦朝鲜的核武器不受控制的话 那么可能离中国这么近的话 中国受到危害更加严重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当这个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系统 人家本来是一个震荡防卫的这个做法 中国这样强烈的反弹 事实上呢 在国际社会上是被人们看作是支持邪恶势力 那么支持邪恶势力带来的恶果 无论是政治上 外交上还有经济上军事上 都会带来这个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美日韩联合打击朝鲜 摧毁他的核设施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 不光是中国的国内网民 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支持的 你看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时候 是零票反对 就可以这个是很少见的这样一种压倒多数 或者讲就是绝对的优势 绝对的这种赞同 所以我现在就想呢 就是中国如果要聪明的话 他应该做一些调整 他不支持朝鲜 但是呢就是在有些方面 他要做出一个默许的姿态 比如说国际社会这样的联合的制裁朝鲜 或者打击朝鲜 中国应该表示着一种民意上的 或者这样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但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就把自己的这个名声 跟这个小流氓绑在一起 好的 王康先生您的开发 这个斯坦尼斯号这个核动力航空 现在就和罗纳德里根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 都在西太平洋了 这几支部队 美国的第一航空特种部队 空降航空部队 75所谓油漆兵团 还有著名的海豹突击队 这都是直接担任过很多的反恐任务的 这个美国的军事物的单位 其中包括2011年5月1号 成功地斩杀了这个本拉登 所以这是美国在朝鲜的实际的兵力的部署 我认为绝对不是仅仅是百个样子 也绝对不是恐吓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军在全世界的声誉是最棒的 最棒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说话算话 他们很少搞东方式的中国人 喜欢的这一套什么兵不厌诈 他们凭实力 凭正义感 凭国际秩序和自由的这个追求来行事 我本人完全赞成夏教授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全世界恐怕没有几个人 能够忍受像这个金正恩 这种无聊的狂妄的这个独裁者 不仅在中国的大门口挥舞原子党和清党 而且在整个东北亚 在全世界在那儿捣乱 真是时候了 这一次这个斩首行动或者打击行动 如果是奥巴马在任期最后来做出决定 这是一种做法选择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等待下一届新政府来做 其实呢无论谁做的话 都是增加credit 是一个好事 名流心事 所以说如果奥巴马 他觉得他这个任期中 后来这个民意下降了那么多 他如果想扳回一板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好 陈长龙先生 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媒体 现在有大量的报道 就是美日现在的商议 要对朝鲜进行制裁 而且要对和朝鲜有关系的 商业关系的公司进行制裁 那么外界普遍认为 那么中国公司是首当其冲 要连带遭殃 那么请你分析一下 为什么中国公司会在这个制裁 措施中是受害最大 因为北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是中国 70%以上的贸易是和中国在做 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支撑了北朝鲜的政权活下去 包括它的导弹项目 核武器项目 也都是中国在经济上支撑着它 因此如果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加重 自然的就会牵涉到中国 但是我想中国已经表明它的立场了 那就是这一次它严重抗议 南韩要和美国合作安装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 其实就是中国已经对这个 所谓的这个讨论中的斩首行动做出了反应 我想再补充一下 所谓的斩首行动我不认为它会发生 原因很简单 第一它必须考虑到 中国的反应 现在中国已经做出了第一步反应 就是反对美国给南韩装这个防盗门 不让它有防御能力 就是说可以让北朝鲜威胁南韩 但不让南韩自己自卫 这个态度如果进一步延伸 也就意味着如果发生斩首行动 就必须要面对着和中国发生冲突 我想美国没有做这样的准备 因此也不见得真会做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在斩首行动如果在策划中的时候 我们刚才的讨论忽略了一个因素 就是北朝鲜对南韩通过炮兵和导弹火箭能 可以直接摧毁汉城 这个代价美国没有办法承受 南韩更不愿意承受 所以斩首行动不是一个说说就完了的事 它和袭击本拉登完全两码事 那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 美国并不见得准备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不认为斩首行动真的会发生 它只是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陈步工先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不管是经济制裁也好 还是就是导弹部署也好 那么就是美日韩的各种动作 让不少分析人士认为 美日韩可能终于放弃了寻求中国的支持 而准备在未来在朝鲜问题上 采取新的思路 也就是绕开中国 直接反制朝鲜 那么您是否赞同这种观察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中国该怎么因应呢 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日韩早就应该放弃了 早就应该抛克中国单独行动了 因为解决朝鲜问题有三个方案 在国际上 一个是对话 一个是制裁 一个是动武 关于朝鲜问题 任何动武的联合国决议 都会受到中国和俄国的阻挠 联合国 他们是联合国安领会常任理事国 他们一票否决 所以动武的决议无法通过 那么剩下了对话 中共也强调对话 中共这次说 美国说的是 朝鲜的动作给了中国一个巴掌 那么中国又暗示了 给了美国一个巴掌 它的理由是说 制裁无效啊 你看制裁有用吗 所以说它要求对话 而中共群体的对话 连朝鲜都不接受 朝鲜在八年前 拒绝了六方对话 而且八年以来 中共一再劝说 朝鲜都不回到谈判桌 因为它一旦对话 它提出的条件非常的苛刻 你要给我大米 你要给我粮食 你要给我多少美金的援助 你要给我多少滋养 甚至保障我政权的安稳 所以它的条件 实际上国际社会根本达不到的 所以对话根本就没有出路 剩下一条 就是中间道路就制裁 但是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 完全被中国所抵消 中朝边境贸易如常 源源不断的物资 资金和能源输入给朝鲜 由中国的援助 抵消了联合国的制裁 也就是说 不仅是朝鲜在违背联合国决议 中国也在违反联合国决议 只不过朝鲜的违反 是公然的无视 而中国的违反是阳奉阴违 好 下一条教授 我觉得对朝鲜进行制裁 尤其是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制裁 如果中国不放弃的话 那这种制裁不能够全面奏效 所以这点就是说 我想中国其实还在支撑 这样一个邪恶的势力 支持这样一个政权 刚才讲到打击朝鲜的问题 我跟小龙兄有一点不同意见 我认为美国这次被迫 要采取强硬的 而且真的是实施的措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中国现在表现出 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态势 火箭部队展示它的新型的武器 威慑到美国的国土安全 所以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是在向这个原有的 既有的这个秩序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冷战之后 就是一个单极的世界 而现在呢 中国想填补过去前苏联的位置 如果这个美国能够容忍 或者是做妥协让步的话 那就意味着将来中国会进一步的 成为跟中国平起平坐的 这样一个军事大国 所以我想这次 如果美国战略专家 全面权衡这个问题 宁肯是硬着头皮上 宁肯是付出一定风险和代价 也要坚决地打下去 好 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朝鲜 这次又发射这个远程导弹以后 外界有一种分析 就是未来这个东亚的格局 会可能形成中俄朝 对抗美日韩的这种两面 这种冷战格局 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您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66年前的第一次朝鲜战争的格局 当时是苏联 斯大林 中国的毛泽东和北朝鲜的金日成 那边是韩国 当然日本没有介绍 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现在格局依然如此 如果在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 如果刚才这个小龙先生所说的 中国的火箭军等等 这表态是一种真正的实质性的 强硬的表态的话 那么第二次朝鲜战争就很可能爆发 我是觉得 我敢跟这个小龙先生打个赌 我觉得美军这一次 绝对不仅仅是白样子 我觉得是真要来争的东西的 我的判断就是 如果现在美国的朝鲜 继续的容忍中国的姑息养间 保持对北朝鲜的 所谓的战略容忍的话 那真是对历史犯罪 北朝鲜 金正恩才33岁 他继续走下去 他再发展10年 20年甚至30年 世界会是个什么样的格局 美国尽管天真 但是美国绝对不幼稚 我觉得他们军方的基本的判断是正确的 另外就是中国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回 公然的军事上和金正恩站在一起 那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是冒第二次朝鲜战的风险 冒冷战的风险 甚至冒全球星球大战的风险 而这个风险 不管习近平还是谁 都绝对承担不起 恰恰外强中干的 居于尾夷的 或者是装枪作势的 绝对不是华盛顿而是北京当局 再补充一句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参议院讨论的时候 这个意见非常的占上风的是一点 就是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 包括包款方面 有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说过去的长期的战略性的耐心和隐忍 带来的结果是战略性的失败 所以这个结论我觉得非常的正确 不过我也要补充一句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这个态度 程晓农先生也觉得我们知道在这个7号 韩国宣布要和日本协商这个萨德导弹以后 那么中国马上在2月9号的火箭部队 火箭军就进行了军事演习 那么很多外界认为就是针对这个萨德 来显示这个军事实力 好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朝鲜新的战争的时候 我们在代替南韩说话呢 把这个主角给忘了 我们得搞清楚南韩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什么立场 南韩如果不想打仗 其他的人说三道四没有用 现在的真正的问题是 南韩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寻求战争 而是反对战争 避战甚至害怕战争 因为对今天的南韩 不是李承晚时代的南韩 比那个时候更加害怕战争 一方面他和中国有大量的经济往来 经济贸易 南韩的出口很大程度上 依赖中国市场 他不愿意和中国闹翻了 另一方面南韩现在的青年一代 也不愿意当兵 更不想上战场牺牲 他们并不想为着 所谓的全球冷战或者热战 这个把自己的命送掉 这是一个富裕社会的青年一代 我们想一想美国的年轻人 有几个人现在热血沸腾 要冲上战场 为韩国人牺牲的 我想中国人也没有 韩国人自己更不愿意 所以青年战争 我觉得不是一个慎重的说法 我们还是多听听南韩 青年人自己的想法 好 最后这个话题 我请美位再做一分钟的补充 看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首先请陈伯空先生来谈一谈 这次中国在云南 搞火箭军的演习 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个 意思就是说 沙德反弹系统部署以后 你可以控制我的东边 比如说华北 东北和华中和东南 这一带 但是你控制不了西边 我可以在西南和西北 继续部署这个导弹系统 他这个信息 另外一方面来说 本来应该是中国对朝鲜动手 习近平正在整军 正在军改 正在要抓住军权 但是他不如邓小平 邓小平不仅是搞裁军搞军改 邓小平敢对越南打一仗 通过打这仗 真正塑料邓小平的威信 真正调兵遣将 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本来这对习近平来说 也是个天赤良机 他可以对朝鲜动武 动了武之后 他不仅在国内树立他的威望 掌握军权 而且在国际上树立他的威望 但是中国的军队 上次战争的经验是1979年 已经36年没有打仗 而上次经验 以前都是传统战争 从来没有打个高科技战争 中国军队 能不能做定点清除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是一个问号 如果搞得不好的话 可能斑了砸了自己的脚 说中国军队并不敢动 在境外 他的东西只能在国内动 控制人民有效 一出境就是见光死 但是美国有高科技作战的能力 说他的定点清除是有效的 美国如果采取斩首行动 或者定点清除的话 不见得会引法全面战争 而且中国方面 他会喊得很凶 但他已经有示弱的表现 他在报纸上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也许中国不能阻止 沙德反导系统的部署 但是中国要表达自己的立场 要表明中国的安全利益 而且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一国在顾忌自己安全的时候 不要忽视他国的安全 这个话应该对他自己说 他在庇护朝鲜 顾忌自己安全的时候 他不要忘了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 好 请简短一些下一个两天 对 我这个还是跟小农兄有点不同 就是说我觉得韩国当然不愿意打仗 过去一直是怕 但是怕是躲不过去的 因为你越是怕 那个小流氓越是欺负你 所以这次他下决心 布置这个萨德导弹 就表明了一种态度 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躲不过去的话 那也只有这样子 就是硬着头皮 至少还有日韩 还有这个日韩美 这样一个联盟在支持 所以说我相信这次是迫不得已的 不是说韩国寻求打仗 而是迫不得已的 他会卷入到这场战争中 王康先生 韩国以前对萨德的 这个反导系统的态度是 三步不提议 不商讨不决定 这个是介于中国和俄国的签证 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不得不为之的这么一个程度了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 被朝鲜发射导弹的东西 导致了整个美国为首的国家的 强烈的反制 有三个基本的原因 一个是所有的战略容忍 战略容忍已经不能难以为继了 第二就是中国绝对承担不起 北朝鲜政权垮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第三在前两年基础上 实际上华盛顿 我觉得他们很正确的 很深刻的理解和体察到了 北京的这种进退 进退失聚的这么一个困境 如果由美国来单方面的联合日本 尤其韩国来解决北朝鲜 这个毒瘤 这个毒石把它拔掉的话 某种意义上是帮了北京的一个大忙 何乐不为呢 好 陈小龙先生最后请您来总结一下 我想再说明一点 萨德系统不是发动战争的攻击手段 是防御战争的防御手段 是避免战争 所以安装萨德系统不会主动引起战争 我觉得美国这次通过军事压力 很有可能就在南韩能够成功地部署萨德系统 而南韩现在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 现在安装这个系统也比较容易得到民意的支持 但是仅此而已 我不认为朝鲜半岛可能抱有新的战火 好的 朝鲜新春试射火箭 中国可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政治干预 如何酿成史上最差春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